真理河流 好可怕的真理河流 绝对超越了五地层次 这关 难道是让我去吸收这河流中的真理 不好 刚刚那股真理 似乎有我重处 无法被我吸收 反而是要将我吞噬 或许古南都 是让我们先分析着真理河流的结构 使之不与我等发生冲突后 才能自己吸收 我事实 似乎有这般唯一的真理结构 好古怪 就是现在 吸收 好硬的力量 不过总算能吸收了 我的雷银血脉 才赶造这股诊 这司徒圣 在第一关就只能领悟到第二个时事 没想到在这关 居然连一丝真理结构都无法适应 尽管 这神秘大殿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在里面获得了什么传承 灰战老 神秘大殿内还需要进行考核 可惜我都失败了 还有考核 那你总不至于一无所获吧 灰战老 其实我得到了一本 地阶中等的秘籍 什么 走 我们马上离开 无空门的人怎么走了 无空门大长老极为狡诈 这么早离去定有原因 必是那司徒圣得了什么宝物 定是如此 咱们要不要追上去 你想和无空门开战吗 那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 就算有宝物 那司徒圣第一个被传送出来 得到的定然最差 剩下其他人得到的 必然更好 也对 接受传承的十二人中 有六人是五国之人 到时 这是 功法图 初九星身帝军外 即便前世 我都不曾见过这般可怕的功法图 难道是凌驾在天界之上的功法 看看能不能修炼 击活了 我族先被设下的考核 竟真被那秦晨击活了 我族强者们在远古时代设下的计划 终于要实现了吗 不 现在不能高兴得太早 第三层的功法无比重要 前两层都只是为第三层做准备而已 绝非普通人能够完成 现在 就看此人究竟能走到哪一步了 奇怪 人体复杂 约翰奥秘宝藏 无论 能延伸出各种功法秘籍 但功法本身 都是基于人体肉身 可是面前这功法 怎么和正常人体 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里如灵蜜蜜之术的话 居然可以解决 难怪第一层是让我们灵蜜蜜基础 原来是用在这个地方 不行了 地界中的 玄风不灭体 风云魔刀绝 寻追 颈 起床